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华镜叫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特上最新消息 今天是2月14号,这情人节 今天你们吃狗粮了吗?吃得怎么样?吃得开心不? 反正我待会我就去杀狗粮了,对吧? 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有人问我们啊 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小周老师,有一家公司叫花月城 有个牛载档啊,对吧? 牛载档有人问,小周那个牛载档卖什么呢? 小周说卖狗粮啊,对吧? 花续讲完了,那今天其实在我们昨天,前天 我们在看朋友圈的时候,可能不少人来关注啊 这个字节的那个网站,那个独立站的时装办 说是前天我们才刚刚讲,然后今天就说这个,这个关闭了 三个月不到就挂掉了,然后一时间吃瓜群众又来了 然后又吃瓜群众在关心这个虚印被这个什么花银通所告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关那个,呃,另外一家这个上市公司 怎么在,在争夺这个所有权啊,有可说的呢 唉,我看的这个朋友圈的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挺无奈的 大家是不是更应该关心自己的问题呢? 对吧?更加关心自己的整一个公司成长 那就在我们前天,我们做了这个关于132个跨境经验 都是去,说我们跟不同的朋友聊到这个话题 呃,跟杨江的朋友聊到这个话题,那他们跟我提到一点 说是,呃,整一个的杨江的整个跨境线商呢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它并没有跑得太快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 像杨江啊,惠州啊,这种原来公贸型的企业 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这个外国的订单都接不完 做不完,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其实反而会把这些跨境出货电商的一些项目都停下来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花了一年多,两年多多 甚至更多三年时间,他们到今天都没有强品牌 工厂卖家的这个品牌出海,多渠道出海,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 因为,呃,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演习的时候 我们有朋友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啊,好几个啊 就包括做流量的朋友,做产品卖家的朋友都跟我提过一句话 说阿米尼蒙以后可以更多一些关于内容营销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像内容创作啊,内容的打造啊,红颜营销啊 包括选择渠道啊,包括市场调研啊 这些更钳制的一些话题去试着 那就在我们上一天的内容里面 我们把说了叫跨境出海的十部曲,多渠道出十部曲里面 我们看到了销售不行 然后我们一直到它的源头,从开始的这个品牌定位到市场调研 那我们今天其实讲一讲 就是在,我拿到的一个东西是有人给我的 是一个关于品牌能启动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研究了很久,看到很多这一课 他们给了我四五课内容嘛,我们看了很多 发现里面有些东西挺有趣的 就方法论其实不复杂啊,就是一二三四五 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具体怎么做啊 不同人会有不同理解 那比如说我现在拿到这一份呢 是谷歌的这个关于DTC品牌出海的这种 不同阶段的品牌站的能启动 那讲到品牌站的能启动呢 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没有基础流量,我还去做品牌站 那不早死吗 目前从实际的成果来看 DTC确确实,就是如果你没有原始的流量 你慕容的去启动一个品牌站 并且希望这品牌站可以产生多大的销售 甚至是养活你这个 我们叫独立战略运营团队 这是非常不现实的想法 然后在整个能启动里面 我们很有趣的看了一个观点 那当然就是谷歌给的一个内容 它把人货场分成了五个阶段 从startup开始,growth增长 到retain,这个关注用户的流存 到expand就扩展 到nutri,叫用户成熟 它分了三个阶段,就是从人货场 把这个品牌站的能启动分成了启动 增长,叫流存 拓展到成熟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关键点 就包括了这个网站的诞生 品牌的建立 怎么去做流量的布局 怎么去做销售的一个增长 然后在有足够的增长以后呢 开始去关注流存 以及用户的忠诚度 然后在这个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怎么样去做有序的扩张 跟这个持续的增长 第五个阶段呢 就是说当整一个站点成熟 说怎么去做数据的智能驱动 然后这些话题 这个PPT 我到时候可以放在页面上 放在文章上 你们可以看对着看 因为这个内容我去看的时候 我边看我脑子里面 就一堆一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提到的人货场 他把货的这个比例大幅度的压缩 当然这个内容是因为是Google给的 那Google肯定是他会关注在人跟场地 这种东西 就是你在一开始怎么去研究你的用户 怎么去做用户调研 做市场调研 而厂的话就是整一个广告投放 广告优化等等等等 然后在产品上面 Google自己电商要做不好 他没办法给你更多的 这个产品上的供应 那比如说他提到一个是产品供应 如何打造宣传爆品 他其实提到一个 制造创造潮流爆款 还是制造情感联系 这不是说了都没说吗 当然这个逻辑是对的 就是你有一个爆品去引流 有一个情感联系 就是他对你的认同性是认在的 然后所需要产生的东西 我看了一下谷歌手提到的 叫爆品投放的测试 库存的管理 快速响应用户需求 以及用户为中心的整个运营策略 这讲的东西等于没讲 然后我看了一下它关于人 从首批用户调研 用户的整个生命周期管理 在网页上怎么去做一些交互 在不同的交互用户的节点 在浏览到看着产品业 加入购物车到汽购物车到购买 到支付到最终结算到跑频 这么一个环节中他们的一些流存 还有就是所谓的用户流存 在不同的这种地方买节点 去做数据的增察 包括这种信息传达 怎么去做AB测试 厂这东西我就不说了 因为厂这东西太多了 包括搜索购物流量获取 营销的季节 包括效果评估 这个在Google也好 Facebook也好 在不同的营销工具公司里面 它都有各种各种优秀的产品 反而今天我特别想 因为我看了所谓的品牌 在能启动的这个事情以后 我就特别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关于人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场合 曾经都讲过说 怎么去叫QYC 不是Q your customer 是know your customer 不是know your company 不是杀死你的客户 而是了解你的客户 那我们都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就包括各种各样的选品软件 他们都会给各种各样的 宏观的市场数据 跟微观的市场数据 然后我们在看谷歌给了 给一些他们的这种新用户 去做这种能启动的 这些一些方法的参考说 我们看了以后 就特别特别感兴趣 就是关于这个用户 尤其是首批用户 那首批用户的话 可能大家在观参加过 Google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活动的时候 最近这半年 他们时间经常会讲到 那个电焊机对吧 那个那个案例 电焊机的案例的话 很多人觉得是这个东西很神奇 这么一个焊机 都可以做成低低级品牌出海 还可以做成高客单价的产品 然后这个人这个事情上 就包括首批用户 包括了整个初始用户流量 这个其实往往是我们做 所有品牌站 无论是成熟的品牌 做新站点 还是新品牌做成熟市场 还是新品牌做新市场的新站点 就产品品牌市场 这三个 三个组合交叉组合的时候 它对于能启动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好吗 好吗